无名不愧是武林神话 数十年功力被决心废掉 却因获得福领悟无上绝学万剑归宗 并且很快将其修炼到了小城 话分两头 聂锋回到霍家庄没有见到不惊云和楚楚 于是四处打听起两人的下楼 不久之后 聂锋来到附近的客栈 遇见了一个特别能吃的光头男人 竟然一顿吃下了三十碗饭 聂锋看出男人深藏不露 正要上前与其交谈 男人却猛地冲出客栈 对着大街上的姑娘动手动脚 聂锋及时阻止了这种荒唐行为 指责光头男人做得过分 男人反将一军抓住聂锋 大喊聂锋是个采花大盗 害得聂锋百口莫辩 遭到了老百姓的围攻 最后被男人拉着狼狈离去 聂锋因此与男人结识 男人得知聂锋要寻找不惊云后 猜出了聂锋的身份 并且表示他知道不惊云的下落 聂锋在男人的提示下 潜入了无神绝功的七重地狱 成功找到了不惊云和楚楚 聂锋砍断两人身上的铁链 果然触动了隐藏机关 无数伙食流星攻向三人 聂锋和不惊云连忙出手 相继毁掉了墙上的机关 聂锋却因为意识不慎 左手被伙食流星烫伤 三人费了一番手脚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闯出了七重地狱 然而三人刚刚逃到出口 就被绝无神给拦住去路 放言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幸好聂锋也有帮手 正是告诉聂锋情报的光头男人 男人要聂锋三人先行离去 他有信心挡住绝无神意识三刻 风 云 还有第三珠黄 都是我们无神绝功要铲除的对象 今天就把你一并解决 无神绝功 珠黄被绝天叫出来立 立刻持刀杀向了绝天 试图挟持绝天威胁绝无神 就在珠黄将要得手之际 决心假扮的武林至尊出手阻拦 与珠黄纠缠不休站坐一团 聂锋和不惊云两人 也对上了一众鬼刹罗 由于绝无神正在原地装十三 鬼刹罗不是两人的对手 被两人请客兼杀的一干二净 绝无神健壮只好亲自动手 并且魅力用出了杀拳 杀拳一出鬼哭神嚎 即便风云两人也是胆战心惊 各自用出全力进行对抗 再看珠黄这边传来捷报 竟是抓住了决心 并以此要挟绝绝无神放他们离去 为了要晋升中原 老夫已计划多年 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就算是我的儿子 心狠手霸的绝无神为了霸业 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灭风三人不敢小觑 联手一击逼退绝无神 带着楚楚逃出了无神绝功 四人离去后 决心从暗中走了出来 原来刚才假扮至尊的人 只是决心安排的一个替身 哥 刚才假扮至尊的人 不是你有 假扮至尊的人未必一定要我 不是你更好 就由你扮回武林至尊 收拾此处的残局 决心此次大难不死 却没有得到绝无神的半分关心 这在决心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在看不经云一行人 在聂锋的带领下 来到了第二梦的住处断情居 第二梦见聂锋和朱皇认识 毕是感到有些惊讶 因为朱皇正是第二梦的叔叔 两天后 武林至尊发布榜文 将会在一个月后让位给绝无神 顾经云为了粉碎绝无神的阴谋 决定前往乐山大佛取回绝世好剑 就算获出性命 也不能让绝无神得逞 那好 我们分头去办事 是侄女 聂锋 你们俩守着断情居 以后我们回到祖叔会合 好